根據高雄捷運的統計 第二季的運量 第一名為左營站 第二名則是高雄車站 值得一提的是 高雄車站原本的運量 大多是排在第三 但是因為引入了動漫商店 以及各式的飲食餐飲 帶動人潮 讓原本穩居老三的高雄車站 如今是成為了動漫迷口中 居民的消費景點 仍然仍旺的高雄火車站 這邊除了是高雄交通的重要樞紐 走入地下街 因為周邊機能充足 加上動漫商機帶動人潮 也讓捷運高雄車站 在境內運量獲得顯著提升 主要是要買徽章 動漫角色徽章周邊之類的 今天買了排球少年的勝利翻回 不僅如此 實際走訪地下街 除了琳琅滿目的日本動漫商店 販售系列動漫周邊 滿足民眾需求 就連餐飲也別出心裁 火鍋店員打扮成女僕模樣 開心與客人互動 展現十足動漫特色 而這也讓顧客從其他地方慕名而來 她看到這一間很可愛 她就選了這一間 會啊 因為就是還是會有一些動漫名 他們會願意就是為了這個而來 我們這邊的話就是台灣比較有特色的 算女僕主題是女的餐廳 那我們這邊也有扭蛋器 其實後面有一些音樂機台 那就是都可以來逛逛 根據統計 今年高雄捷運第二季運量 第一名是高雄左營站 第二名則原本巨蛋站 變成高雄車站 巨蛋站則落到第三名 平均之運量一萬一千九百多人次 高級公司也表示 並不是因為巨蛋站人潮減少 而是因為今年高雄車站人氣真的太夯 高雄一一番街開幕後 再加上餐飲區也滿足了轉成的人潮的一個需求 不但活絡了商店界的經濟 也刺激該站運量持續成長 有幫助 這裡有賣很多二次元的商品還有扭蛋 可以供大家就是購買一些二次元的商品 可以讓更多喜歡不同次元的人 來這裡購買一些商品之類 就可以買到自己想要的周邊 以動漫為主題的高雄一番街開幕後 不僅成功活絡地下街經濟 更有多元動漫商品與餐廳 打造車站一條龍 吸引年輕消費者與遊客進入 有一位高雄軌道經濟創下新高 今天新聞王上一高雄三方報導 請問一下